與會的三位專家認為 美中兩國之間的關係 會影響全球穩定 這種說法並不誇張 需要審慎處理 美國外交關係理事會 高級研究員一名認為 中國內部的不確定性 是引發美中關係緊張的 主要原因 新一屆中國領導人扮演的 不是美國希望看到的角色 在談到中國存在的 很多反美言論時 一名說 美國人對此不高興 也可以理解 當美國人聽到 這些反美言論時 他們開始覺得 中國並不只是想要 一些自己的空間 而是想取代美國的地位 大部分美國人 肯定不會有積極的反應 另一方面 美國人並不想遏止中國 但他們的確希望 中國能有所改變 我也在其中 我希望看到中國的法治 能更健全 官員能更負起責任 公民 更積極參政 以及包括民主 人權在內的一些大詞 而中國政府當前 並沒有想要做出 這種改變的意願 這就對美中關係 造成一些挑戰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 扎道炯則認為 兩國人民無需介意 反美言辭或中國威脅論 美國的中國威脅論 其實是要激勵美國人 做得更好 美國變得更強 而不是要貶低中國人 侮辱中國 扎道炯還說 中國一些鐵桿反美鬥士 把子女送來 美國學習的例子 比比皆是 他還說 中國反腐敗需要美國合作 處理那些血款逃到美國的貪官 在談到中國內部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時 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智庫 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賀奇珍認為 是收入極度不平均 以及環境問題 扎道炯則認為 是中國人民對社會和領導人的期許 他說如果18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目標中 能實現30% 中國社會就能發生巨大進步 B.O.A. 衛視 方方 紐約報導 發生巨大進步 會議員 上村 臺 李宗盛 曾經